中方在安理会表决之后做的解释性发言中 已经充分表达了中方的立场 安理会理应负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为查明真相提供了重要选项 但安理会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中方对此表示遗憾 中方注意到不少安理会成员在发言中谴责北溪管道遭破坏事件 一些成员也指出调查要加快信息要透明 这充分说明了全球跨国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全面公正透明独立的国际调查至关重要 美国热衷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所谓调查 但在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事件上 却遮遮掩掩 明显是搞双重标准 请问美国你们害怕什么呢 中方期待相关调查工作尽快取得进展 早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